妳是什麼什麼 移民代辦中心 我要去哪裡這樣 登登 驚不驚醒 驚不驚醒 今天我們兩個好像完全沒有資格 我把他很火 我這個超火的 第二個是移民 他也沒有跟我商量 移民 移民很誇張 我跟妳說 我現在講移民好了 因為移民這個真的很扯 我有一天也是工作完 突然接到一個 那個手機有顯示一個 不知名的電話 我們不是一般都不接嗎 想說詐騙 但是因為那個人 最近打兩三天 我想說到底是 怎麼這麼有企圖心的詐騙 我覺得我一定也要接一下 我一接起來人家 其實很鎮定 他就說我們是什麼什麼 移民代辦中心 然後我們有接到你們的委託 但是因為你們寫那個資料 說字太吵了 然後他說那個陳先生 我老公姓陳 陳先生那個我們一直打給他 他都沒接 所以我們打給你 然後就說因為你也是申請的人 然後我們要跟你確定那個地址 什麼那種 就寫得太吵這樣 就傻眼說 移民 我要移民 去哪裡這樣 我說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因為我那時候還是覺得他是詐騙 所以我就說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我是要移民去哪裡 對 這樣 人家他好鎮定喔 他就說是這樣 你們申請人是加拿大 加拿大 可是你們在加拿大有親人嗎 我們有朋友在那 然後我就說 他說你們的推薦人 是加拿大的誰誰誰 這確實是我們的一個外國朋友 對 我想說可是我們沒有移民 是不是他家人都在加拿大 沒有老公家人都在台灣 那你想說怎麼這麼奇怪 然後我跟你說 那我還是幫他把資料 對 印證了 因為他真的完全知道我們的資料 他連我的護照號碼他都知道 他就是正確的就對了 對 好 那我講完之後我實在太傻眼了 然後我就立刻打給我老公 其實我是正準備要對他發火說 你是不是有病 就是移民沒有講 然後我一打去 我第一件事我就說 我跟你講那個什麼什麼代辦中心打給我了 然後我以為他會第一時刻說 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忘記告訴你了 什麼之類 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他說 好欠揍喔 他在變化那一頭 好欠揍 好欠揍 開不開心 我們要移民囉 這什麼時候的事 就是疫情前 你們現在已經移民成功了嗎 沒有 因為 我完全沒有把真事放在心上 因為你知道我老公就是一個 他永遠有行動 但沒有策略的人 因為那個人打來的時候 我就認證問說 請問一下我們是 憑什麼條件可以移民過去 我真的自己 接到電話都是很大目 還要住在那邊一陣子嗎 對 首先你要嘛 不是因為技術移民 人家找你去工作 對 那我們兩個去要幹嘛 然後第二個就是 要嘛你就是投資移民 那我現在想說 我們也沒有在賣房子什麼 那我們怎麼去投資移民 還是遊學 不是遊學 也在投資移民 都換了 老人 我老是養老公 在推廣房子 而且他在那邊也沒有工作 對啊 也沒有工作 對 我就覺得我怎麼 因為我還當下 問了那個代辦中心的人 那就跟我們解釋說 可以怎麼過去 我就說不好意思 聽完我覺得我們兩個 好像完全沒有資格 我就想跟那個人講 然後那個人就 噗哧一笑 我聽到那個女生 噗哧一笑說 對啦 但是因為陳先生很堅持 那他 因為他那個推薦人 是我們的朋友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幫你們辦一下 所以我老公打給我 我打給我老公 他那的時候 我就完全笑出來 我就說 你這就是一個有策略 我本來很火 我真的超火的 但我當下真的覺得 你就是有行動沒有策略 就是已經扯到變好笑了 但是他整個就是 你在嗨啊 嗨什麼